有機會嗎 拜選後 吳一農隔天一早展開謝票車掃 沿路粉絲加油打氣聲不斷 那這一次還是差了一點 那希望大家看到的是我們的堅持 然後我們選擇走的這條路是正確的 吳一農親自向選民表達感謝 而另一頭王鴻威選後隔天公開行程 不見謝票只有上廣播節目受訪 會從明天正式開始 會用車隊的方式 王鴻威強調當選後會持續服務選民 但落跑爭議如影隨行 去年九合一大選連任議員時 拿下兩萬多票 加上立委補選的六萬多票 若以一票三十元計算 預估可拿回258萬多的選舉補助款 王鴻威會捐出來嗎 不會隨著民進黨的雙標黨的動作來起舞 言下之意是沒打算捐 但其實這次選戰吳一農雖然襲敗 但拿下五萬四千多票 和對手查不到六千票 中山區更有攔轉率 還創下綠營在第三選區 歷年來最高得票率 連王鴻威都不敢大意 在中山區我打拼就是贏了 昨天打敗了我 那還是非常恭喜 Windows雖敗猶榮中山區翻盤 北松山縮小和對手差距 不排除二零二四原班人馬再戰一場 沒有什麼資格會把誰要去當家鄉帝 我們的努力絕對不會因為敗選而停止 北市立委補選落幕 王鴻威落跑轉戰立委成功 恐擾動藍營接棒梯隊 而WINO將繼續扎實 耕耘引乾淨正值選風 要證明新的選舉模式也行得通 三十元格子剛調安靜後 採訪台北採訪報導